可能这个就跟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方法 可能就不是很适合用 我们要谈的这种的择救方法呢 可能比较适合用在那种价格没那么高的 因为像那个我记得上一次在讲 应该是讲品心吧 当时那个食用油的问题 就爆出来说他们在什么1013大楼有开了个餐厅 那是高档的餐厅 那个装盘多少钱啊 然后那个它的碗用的器具 比如说碗啊 筷子啊 盘子啊 就是多少钱啊 都很讲究 那我要谈的 我刚刚讲的 这个不是我们要谈的一般的 在一般餐厅看到的那个碗盘的择救方法 我们用在一些比较平价式的 用在平价式的一些餐厅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择救方法有 基本上对于那种数量都单价又不高 但是它也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消耗品 好 比如说我们去餐厅它如果用那种 现在因为有环保意识抬头去呢 它也不会用纸盘子 它有一种盘子我也搞不清楚 所以它也不像这个 用什么纸盘子啊 纸碗那种 好 所以对于那种呢 就是那种数量多 单价小的那个资产 好 我是两种 比如说它的碗盘这些东西 它怎样去用它的折救方法呢 好 所以我们有两个比较特殊的折救方法 都会用在这些地方 好 第一个就是盘存法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报废或者是同质法 好 第三种 还有一种是对于比较 呃 不是单价低的 好 从集体折救法或者是通合折救法 不是因为它这个资产的单价低 而是因为它的种类多 然后呢 我们有没有必要逐一去设 比如说好了 我们有办公室 有办公桌椅 有失误期 也就是失误期包括什么 日记机 全真机 电话机 包括你的电脑 都可以算是你办公室的里面 那如果把每些 这些东西 比如说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的付费机 还有什么 一堆有的什么 没有的机呢 那如果我们分别设它的派基金 我们分别设它的折救备用的话 好像太多了 所以我们就会另外采取所谓的复合折救法 就复合折救法跟集体折救法 它不是针对那种单价低的 是单价高 但是因为它的种类繁多 或者是单价高 然后呢 它的那个同质性又高的 我们用几个折救法 这是这几个折救方法 会适用的一个状况 哪些的类别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 它的折救方法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盘存法 盘存法又称为停价法 那适用在哪里呢 看一下315页 适用在大量相似且低成本的资产 比如说小五金工具厨具 好 那盘存法呢 就有点像定情盘存置 好 想想看定情盘存置有什么特别 定情盘存置用在存货的数量的决定 我们说我们的存货盘存制度有两个 永续盘存跟定情盘存置 那定情盘存置最大的不同 第一个是你满进来收入的科目 我们使用费用科目入账 好 第二个更大的不同是 它的定情盘存置之下 你的期末存获的决定 期末存获的决定是怎么 消货成本的决定 先是借由期末存获决定之后 才会决定出你的消货成本 对吧 那你的期末存获怎么决定出来 期末存获怎么决定出来 对啊 实地去盘点 所以盘存放 它的重点就在于什么 实地去盘点 换言之呢 它就其初有的这个 跟期末去盘点 新盘点之后的中间的差 是认为它的折作费用的性质 好 所以看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它的315页 它的处理程序 盘点 期末盘点 所存的资产 然后期末存获的资产 就是资产 因为我盘点出数量啊 那我怎么知道它的金额呢 好 所以是什么 它的重置成本去乘上你盘点出来的数量 就是你期末资产的价值 那我的折就费用呢 就是期术跟期末中间的差 就是万一你的资产中间有异动 我期术有增加 那我也要把它加上去 所以等于是说 我调整钱 就是我承认折就费用之前的资产的金额 帐料金额 入帐金额 帐上的金额 跟我去盘点之后 我期末存获的金额中间的差 承认为折就费用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因为它比较特别的科目的 特别的地方是 它不会产生累计折就 它是借折就 不用直接代计你原来的资产科目 你不用再另外产生一个 累计折就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施力施法 那因为讲为什么要去评价吧 因为它是期末资产的数量 全上重置成本 所以重置成本就是期末那时候的价格版的 所以它才会叫做平价 这样放 好 那我看一下 施力18 2月1号正式营业餐厅 好 然后呢 它的那个餐具才盘存房 然后呢 是2月1号 一开始就先买了30万 8月29号又买了5万 好 不然它现购还收购了 只要你带放的坑物有不同而已 好 那10月1号呢 处分部分的餐具 好 收到现金点钱款 那你处分的时候 因为它 等一下想想看喔 因为我提劣折就的时候 我是借折就直接带 比如说我是餐具 好 原来我的坑物 假设像这个例子 它就用餐具 所以我借提劣折就的时候 借折就的时候 借折就分我直接带餐具 所以当我处分的时候 我就是一样直接 冲掉我的餐具的帐上 那个 我卖掉拿到多少金 我就直接冲它的金 剩下来的 没有所谓的处分水準 我剩下来就是 承认我的折就费用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12月31号 我盘点剩下的 估计它的价值有28万 所以你可以看 我一开始是买30万 后来都增加了5万 所以我的餐具有35万 然后10月1号呢 又卖掉2000 所以我的餐具减少了2000 对不起 它是直接冲掉你的折就 直接借先进贷折就费用 但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如果我是先借 我先看课本上面的 假设你卖掉你先借折就费用 所以我的餐具是35万 今天我期末盘点剩下28万 所以我承认折就费用是7万 你可以看课本上面是借折就费用 所以我带餐具7万 我现在想说 我另外一个写法 我也可以怎么样呢 好 10月份的时候 10月份的时候我写法 10月份 假设10月你好好 我借现金 带餐具 12月31号 我做的分路 借着就费用 带餐具 带餐具 因为他有些告诉你 他的分路带一方式 不用承认那一支 那我们来看他的金額就是多少 我原来30万 加上5万 剪掉我这边2万 还有2千 好 这是我餐具的账上金额 然后剪掉呢 我现在告诉你 现在餐具的公平价值 凝固算价值28万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承认的金额是16万 我告诉你意思是什么 好 如果我10月1号这样写 12月31号提名 这样的折旧费用 跟课本上面的一部一样 一样嘛 对不对 我的折旧费用 反映在我的自账处在表的 还是6万8 因为他先带2千块的折旧 10月份 然后12月31号就借折旧7万 两个一幣 是不是6万8 或这样写是不是一样的结果 餐具的账面价值 一样的是8万 好 所以我道具也是 你也可以这样写 好 所以我卖掉的时候 我可以先把我的餐具 账账金额的结架 我拿过两千 也可以 你也可以像各位一样 先写折旧费用 再次折旧费用 也可以 但是我说了 重点是 当你可以选择A 可以选择B 原因是什么 你做出来的结果 你会应该这样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盘存法 我们来看一下呢 报费跟重置法 好 那这两个报费跟重置法呢 用在什么地方呢 用在310月 比如说 共同学的铁路电话电线 或者是什么 次来水的什么 水表 后面的例子就是讲水表 好 那这些东西呢 它是数量大价值低 好 那不易估计它的经济年限 而且资产的报费跟维修 不容易去区分 好 所以像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就会采取报费或重置法 所以你要搞清楚 这些特殊的这种方法 是用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 好 那报费跟重置法呢 有什么不同呢 还是有一些些的不同的 报费呢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好 它说呢 我们的这个 所以呢 因为它是 它是重置或者是 是报费或维修不易区分 那你报费之后就要买嘛 好 所以呢 它就很难去区分是 报费还是重维修 它说呢 因为 但是如果呢 好 所以看一下 如果报费呢 同时就必须增添另外一个资产 来取代 报费掉这个资产的功能 所以报费跟重置 是同时与法而生的 那如果我重置的数量 超过报费的数量 那我会视为新资产的取得 好 就会用另外用它的其他 那个成本来入账 好 这是有关于这个 试用的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好 那如果我的报费的数量 小于我重置的话 应该会不错 那接下来看一下 报费法跟重置法 它的处理上面有什么不一样 报费是资产的原始成本 减掉它的残值 好 然后呢 它的处分所得到的现金 当作报费当年度的折旧费用 好 所以报费的话是资产 在报费的时候 以报费资产的原始成本 减掉残值 这个残值就是什么 所得到的现金呢 好 那中间不见的就是你的折旧费用 那这种呢 报费法的 有点像存货的比较方便采取 先进先出法 那重置法就是指后进先出法的概念 就是我以后面买进来重置的金额 当作是我的折旧费用 好 我先买进来的金额 扣掉 我处分掉 就有的资产拿到的现金 中间的差 就当作是我的折旧费用 所以它有点像后进先出 好 那基本上来讲呢 这个报费跟重置法有的特点都是什么 它不计算个别资产的折旧 所以跟刚刚的判存法一样 也不承认个别资产的累计折旧的科目 那很重要一点是 它处分的时候也跟前面一样 不承认任何的处分损益 就像我们刚刚 我们的资产 餐具 我卖掉2000 我卖掉2000 我有告诉你说 我卖掉这2000是原来的成本是多少 就算有告诉你 你也不要去承认它的存分损益 好 因为这种特殊盘存的方法 就是它不承认它的损益的存在 好 除分损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呢 基本上 好 施力19 好 这个折旧方法 我们看一下 它说自来水厂 好 在水表上投资金额很大 但是因为这样每一家呢 每一部呢都要设一个水表 好 所以它的金额数量多 但是呢 单价也不高 好 那X7年初的不共产厂房期设备中呢 这个自来水厂有的水表 这个资产科目 账上的余额是8300万 那X7年中呢 有报废部分的水表 它的原始成本是120万 报废所得2万块的现金 那又花了170万来买相同数量的水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报废的话 所谓的先进先出万 意思是什么 我把120万的原始报废的成本 报废水表的原始成本120万 减掉卖掉的现金2万块 就我承认折就费用是168万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那个 报废法 第一个 第一个 你看一下呢 我报废法是算是什么 报废法是先进先出法 所以我的报废法呢 是不是应该写 它根据是不是写反的 对啊 对 我们刚刚看到啦 所谓的报废法呢 是采取先进先出法 就说 我卖掉 什么叫先进先出法 报废资产的原始成本减掉 他卖掉的拿到的现金 作为折就费用吗 所以120万 对不起 那应该是 我刚刚讲120万减掉2万 所以是118万 那边是写的 好 所以呢 178万就是我的折就费用 然后呢 我再承认我新买进来的 170万的水表进来 好 这是报废法 就是把我报废的 资产的成本减掉 我报废拿回来的现金 好 那我们叫做报废法 那中间的差 就曾认为折就费用 那重置法呢 就是把我重置所发生的支出减掉 我报废旧资产所拿到的现金 所以我重置新的水表170万 扣掉我卖掉的这个 旧的水表拿回来2万块 所以我承认的折就分数168万 就是第1个重置法就这样子来的 好 所以这很简单嘛 所以你只要搞清楚 第1个这个重点 不管是盘存法 报废或者是重置法 第1个你要先搞清楚 它适用在什么情况之下 第2个特点是 它都不会有带方的给寄责救科目 第3个特点是 它处分的时候 不会产生处分成因 好 那其他比较细的细节 就是稍微 有时候你可能稍微挖气一下 告费就是类似心境形式 从而是就有影响后合 大概 但是这3个方法有3个特点 1个特点 它不是累积折就的科目 第2个它的特点是 它不承认处分所义 第3个特点是 它各有不同适用的产业 或者是一些状况 好 大概这3个特点 要搞清楚就好了 好 再来看一下另外一种折旧方法 集体或者是复合折旧方法 集体跟复合有点不一样 集体是绣带 同质性高的制裁 比如说我是运航或运航 我买了 我有很多卡车 那我很多的卡车呢 一定是什么 来来去去 我现在有个5部卡车 我可能会开放掉一部 然后就买进 新的一部卡车进来 这样子就是什么 它算是集体折旧法 因为它用在的是什么 同质性高的资产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集体折旧法跟复合折旧法呢 是将多种资产合为一组 然后就在组内的资产的平均折旧率 来提列折旧 好 就是把相同同 那个资产合为一组 但是呢 这个同组的资产 不管项目多寡 资产的成本跟累计折旧 都是只有设一个统一的 只设一个统治帐户 可是它不会主力去设 好 就是集体折旧法跟复合折旧法 一个特点 好就是说 它把这个组合里面 它这个组合里面 只设一个统治帐户 那这个组合里面呢 这个统治帐户 我只是用一个平均折旧率来算 好 那这平均折旧率怎么办 我们待会来看 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来看一下 那个性质相似的数项资产 合为一组体列折旧 我们称为集体折旧 所以性质相似 好 但是如果性质不一 好 性质相不同的资产 合为而一的 折旧法 我们叫做组合折旧 好 那我们看一下呢 这个 比如说 好 它说呢 航空公司把它的机器的引擎 飞机的引擎 都设为一组的资产来体验折旧 那这个叫做企体折旧法 因为它的是什么 性质相似 那如果呢 我把机体里面各项设备合为一组 那就叫做复合折旧法 因为我有引擎 可能我有不同的什么 这个机器 比如说我有空调设备 我有飞机启动 就是启飞的引擎 所以它这位 如果通通合在一起的话 那这个叫做组合 好 就是有复合折旧法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它的计算的折旧率 是找出它的平均折旧率 那平均折旧率是资产里面 这个组合里面的资产的成本 去除它每一年应该体验的折旧 所以先针对每个个别资产去算 好 然后算出来一个集体的平均的折旧率 那每一年的折旧率 就是它的资产的成本去成长平均折旧率 那重点来 如果我处分的时候 基本上不管是集体折旧法也好 复合折旧法也好 基本它在这个资产当中的偶尔的进行输出 它是不承认处分的原意的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它说在主内资产基金处分的时候 除了将它成本冲销外 成本要冲销 那成本跟处分所得中间的差 是正列为它的累计折旧 意思是什么 除非你的资产是全部处分 否则是不承认损利的 资产的处分损利的 好 那因为你没有增加新的东西进来 也不用重新计算它的折旧率 但是如果有新的资产加入的话 那我们尤其是这个资产的量年限 跟原来组合的资产的平均量年限不同的话 就视为新的组合 必须重新计算它的平均折旧率 它的错法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智力20了 好 所以我们刚刚先看一下 所以我们先得到一个结论 基本上不管你是集体折旧法 或者是复合折旧法 在你一个部分的资产的时候 都不承认处分损利 那是集体折旧法 和复合折旧法 跟前面的 不管盘存法 或者是重置或报备法 最大的不同在于哪里 我们刚刚这样看下来 复合折旧法也好 集体折旧法 跟前面的这两个方法 好 施为一组 前面的盘存法 重置法 或报备法 施为一组 这两个方法 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相同点在哪里 我刚刚已经讲了 他们都不会承认处分损利 尤其是集体折旧法 跟复合折旧法 除非它所有的资产都 除分完 全组 这个组成里面的所有的资产 全部除分完 要不然它是不会 除分部分资产的时候 去承认处分损利的 所以这两组 集体复合折旧法 跟盘存报废 这个重置法 有相似的地方是 都不会因为除分资产 而产生除分损利 这是两个 这两组特殊折旧方法的相似 相同点 那不同点在哪里 刚刚一路看一下来 不同点在哪里 不同点在于集体折旧 复合折旧法 让你毕业折旧的兄弟 承认累积折旧 刚刚讲盘存报废重置 你承认折旧的用的时候 没有累积折旧的科目 它不是累积折旧 但是集体跟复合折旧法 当你直接折旧的时候 你的待望是承认累积折旧的 好 所以这个是 这两组最大的不同 好 这样搞清楚了吗 好 所以这为什么叫特殊折旧方法 因为它不是用在一般性的 好 所以像前面的 用在什么锅碗瓢盆吧 就是比较小的 数量都价格低的 那集体跟复合呢 它不见得是价格低 而是它是什么 它是相似性比较大的 我们叫做集体折旧法 它的 比如说飞机的引擎 一定是价值很高的 它不会是价值低的 好 那飞机里面的东西把它组成一个 比较复合折旧法呢 它其实也不是价格低的 好 只是说我们不会单独去设 每一个里面的细项的这个科目而已 好 那我们看一下呢 是第20 好 佩德公司呢 将它的办公设备都组合为1 它的办公设备里头有办公、桌椅、电话系统、电脑、设备 这三个是不同的东西哦 好 办公、桌椅、电脑跟电话 这是三个不同的东西 它组合在一起 所以它是一个复合折旧的观念 因为它们没有这些东西的统绩性不高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个资产呢 都是在超五年初取得 成本分别是五万、十五万、七万、五千 那我们现在分别是五年、七年跟三年 然后残值都是成本的百分之五 所以呢 我们先分别去算 这三个资产分别要提的折旧费用 好 所以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下面的解析里面 办公议五万 它残值是百分之五是两千五 然后呢 它可以用几年 用五年 所以呢 它的折旧是九千五百块 好 然后呢 办公设备类似 它可以用七年 电话设备可以用七年 然后呢 是 它的原始成本是五万 好 算算每年的折旧是两万零三百五十七 电脑类似的计算方式 所以得到三个资产呢 它的每年要提的折旧是五万三千六百零七 我们刚刚说 第一个你要先去算它的平均折旧率 那平均折旧率是每年提的折旧去除它的总成本 它总成本呢 是五万十五万七万五千 所以加起来是二十七万五千去除 好 它的那个平均折旧呢 是五万三千 五万三千六百零七 所以折旧率是十九点四九三 我们看到在组合折旧率的计算里面 就已经先看到了 好 就是每组合里面各个资产的折旧去除它的总 这个组合里面的总成本 它组合的总成本 所以得到我的平均折旧率 所以呢 我们每一年提的折旧费用都是什么 都是它的总成本 去乘上它的平均折旧率是十九点四九三 好 这是第一个 我们去计算它的复合折旧率 组合折旧率 或者复合折旧率的金额和比率 第二个 它现在说呢 在X7年初 我电脑设备用两万四千的价格卖掉 那我刚刚已经讲过 在组合的组合之内的资产 如果处分部分的话 我们是不承认处分损益的 那我成本跟我卖掉 拿回来现金中间的差 就当作是我的累计折旧的重销 所以就是没有什么 所以我的成本减掉累计折旧 就会等于什么 我处分拿回来的现金 所以它就没有产生处分损益嘛 好 所以看一下 我的电脑 我的原始成本有七万五千 七万五千我拿回 两 拿回三 拿回多少 两万四千 所以我承认的折旧费用就五万一千 所以看一下 在X7年初 我拿到现金两万四 所以跟我的办公设备中间的差五万一千 我再当作累计折旧的投销 所以有没有承认处分损益 没有 好 再来X8年呢 我又买了那个每部成本三万块 买了三台的传真机 然后加入这个这个组合里面 那传真机呢可以用四年 好 然后呢它的残值有一万 所以我分别再去计算了 所以你可以看 因为我电脑已经没有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的三百月十九万 我要重新去计算它的复合折旧率 好 所以呢 我的每年提的折旧费用 跟电话跟办公桌椅跟前面一样 那我加了一个传真机进来 所以算出来呢 我的折旧每年传真机每年要提2万 所以我算算我的平均折旧率是 四万九千八百五十七 去除我的总成本是二十九万 所以得到平均折旧率是17.1920 好 那个这个 所以我提的折旧费用就是 17.192百分比乘上二十几万 所以我每年的折旧费用 都是四万九千八百五十七 就是复合折旧法的处理方式 好 这样看懂吗 所以呢 这些特殊折旧法 就 就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总是有一些的情形 或者是有些产业 不适合用这些折旧方法 所以我说 把这个折旧方法呢 比较 比较 比较特别一点呢 就是它的计算方式 跟我们前面讲的 几种的折旧方法不一样 但是 重点我觉得你比较知道的是 第一个它适用在什么情况之下 这些折旧方法的基本概念是什么 大概你先有这样的了解就可以了 好 那其他的计算 可能就比较是小事情了 等一下把这个原则抓住 其他的其他的东西呢 可能 其实我这样讲 一定要暗示很清楚 我考试的时候 不会去考你折旧 重置法要体验 承认多少 我可不可以考你的观念 好 我会考你去观念的问题 好 那这些计算呢 其实比较观念清楚 应该就不是太困难 好 好 那我们第七章就整个完成了 全部都讲完 所以记得我们第三次考试的时候 对于第七章是全部都会折 因为我们讲的包括第十四的 好 对于第七章等于是我们期末考会考你的重点 那我们下个礼拜讲的 一定会讲第八章 好 第八章会有两个重点 其中一个重点是在于 是想起源一种的这么做 好 那其实这个书里面呢 它的第八章讲得有点疲倦 好 所以你要先把这些章先搞清楚 所以你要先把这些章先搞清楚 第八章主要是我们期末章 来的几十三 它其实讲的第一个特别 好 所以请你好好地准备好 睡好一点 下礼拜要讲第八章 好 这是我们过内出产的重头的事 好 那我们先先下 1 2 3 4 6 5